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地瓜 这年后,网红带货翻车已经不新鲜了 前有李佳琪劝人努力,后有心把小羊哥狗咬狗户接老底 很难想象这群带货主播还能整出什么花活 但就是有这样一位主播在翻车网红中都翻得独树一帜 他人设视频摆拍,带货造假,这都是他房间的老三样了,没什么稀奇 可他却在他房后把人家举报者通达了一顿,还非法监禁别人 这未免也太行了 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网红就是之前被称为暗黑李子柒的东北渔杰 东北渔杰本名长小羽,来自辽宁省 2022年开始在抖音上上传自己在农村的日常生活视频 因为其魁梧的体型和有趣的视频风格,渔杰在童年年底就火遍了全网 在渔杰的视频中,人们可以短暂地远离大城市的喧嚣 感受一下农村特有的宁静与质朴 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只有灵力间的互帮互助 渔杰本人在视频中的形象总是雷厉风行,特别能干农活 甚至有人把他和另一位农村生活网红联系在一起 称呼渔杰为暗黑李子柒 短短两年的时间,渔杰就收获2000多万粉丝 粉丝量如此之大,渔杰当然也得到了许多收益 据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渔杰一条60秒内的短视频广告 报价甚至能达到人民币100万元 但很显然,渔杰并不满足于此 在积累一定粉丝量之后,渔杰也便进入了如今网红的传统赛道 也就是带货直播 据统计,渔杰在2024年共直播带货28场 累计销售额却超过了1亿人民币 每场观看人数超400余万 甚至其徒弟大桥每年都能卖掉至少800万人民币的货物 如此的热度真是令人沉默结舌 但毕竟是网红带货,不翻个车是不可能的 渔杰售卖的大多是农业产品 在符合人设的同时,也能蹭到住农政策给的流量 在一次售卖东北大鹅的直播中,渔杰就小翻了一次车 在直播中,她声称自己卖的是正宗的东北走地鹅 价格比市面上便宜了一半,还额外送一只鸡 这引起了直播间内正宗东北人的怀疑 按渔杰那个价格售卖,她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有人会喜欢无缘无故做慈善?大家肯定是不幸的 于是,一位博主对这所谓的东北走地鹅进行了检验 这才知道,原来渔杰卖的根本就不是大鹅 而是价格低廉的非洲鹅 她还往鹅的头部住进去了水来让它更像大鹅 这让此事件中所有的消费者都大吃一惊 渔杰也立刻做出了回应 虽然提供的相关证明和于姐的言辞都漏洞百出 但这件事由于缺少后续的热度 跟进就不了了之了 自带货翻车之后,于姐的视频拍摄貌似也出现了问题 今年9月,于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她白天在稻田里捕捉螃蟹的视频 并说这是盘井的稻田蟹 但随即又被网友指出疑点 盘井稻田蟹通常都是晚上捕捉 白天捉蟹属实罕见 而且该螃蟹比正常稻田蟹大了太多,颜色也不对 于姐摆拍的真相被揭露了出来 后续于姐又回应称 自己这次的拍摄并不是为了销售产品 而是宣传自己的家乡特产 为了方便拍摄提升视频质量才做出了摆拍的行为 于姐为自证清白又删除了该视频 但网友显然不对此买账 直接把此事冲上了热搜 一波未平,一波又齐 好像上天都看不下去于姐的行径 而下面这件事则成为了压垮于姐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样是今年9月 一个名为大娃的打假博主在社交媒体上爆料 称他发现东北于姐售卖的红薯粉条中用的不全是红薯粉 反而掺入了不少木薯粉的成分 这可让网友们都炸开了锅 前面的大鹅和稻田蟹事件是货不对完 只能说为了谋大家的财 但这次的事可就不一样了 木薯是有一定毒性的 它这是在害大家的命啊 木薯的成本比红薯低了很多 但生木薯中的清新酸对人体有剧毒 哪怕是经过工序处理之后 其脱毒率能到75%可以进行正常食用 但谁也不想把有毒的东西吃进嘴巴里吧 而且于姐在直播中声称自己售卖的粉条是纯红薯制作 这就有点不地道了 经典的老婆饼里没老婆呗 而后一位名叫赏金猎人灰烬的博主也出来爆料 趁他与朋友二人对于姐售卖的红薯淀粉进行了检测 发现了大量的木薯粉成分 在二人去找于姐就此事理论以及索要赔偿之时 于姐净显汉子本色把二人痛打了一顿 还把他们关到黑屋里限制其人身自由 在二人记录的录音中 于姐叫让着要好好收拾一下二人 还要让他们两个人倾家荡产 一改平时老实的农村人模样 甚至他平时在视频中总是唯唯诺诺诺的老公 都一改往日常态 让手下人拿刀来准备好好威胁一番博主二人 这不妥妥的黑社会吗 视频发到网络上之后立马引发了悬然大波 平时叫于姐暗黑李子柒也是形容她的长相身材 谁知道你这暗黑变成黑社会的黑了 而东北于姐本人此时并没有任何悔改之意 人家照样猖狂 甚至还在网上和两名博主 灰烬大娃针对赔偿的问题进行了多轮隔空行话 四十几度登上热搜 随着舆论发酵 于姐之前卖假大鹅以及稻田蟹的事 也全都被网友扒了出来 这时候于姐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不能这么硬刚了 那就卖惨吧 她先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说对方假装粉丝上门问候 却带着目的偷拍录像 所以与对方发生了争执 在理论的过程中 于姐的手被划伤 才发生了之后的肢体冲突 于姐还说 自己打人爆粗口确实不对 但对方是明显来敲诈勒索的 自己也是迫不得已 好家伙 把人家打了一顿 她自己倒在直播间哭的梨花待遇 而关于最原本的红薯粉条事件 于姐却没说太多 她只说自己已经把粉条送减了 如果产品有问题 将假一配万 自己倾家荡产 都会把钱赔给直播间的家人们 据了解 于姐在直播间内 共卖出了8万单 如果真假一配万 将赔付出去 2300多万人民币 这口开的是真够狠的 但仔细想想 于姐肯定不能任由自己他房 最必须硬着 前面的打人是 她都颠倒黑白了 红薯粉条她怎么会认呢 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自己的带货生意 以后还得继续赚家人们的钱呢 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红薯粉条的厂家 在此时被刺了自己 人家厂家自爆其说 产品确实有三分之一的木树淀粉 但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提升口感 而且毒量也不会对人体有任何的危害 至于粉条制作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红薯 则占了三分之二的比例 这完全是合规的 厂家的话说得很远 却忽略了其产品配料表上 并未标注木树粉的存在 这下事情就大调了 厂家虚报配料表自爆也就算了 于姐还为红薯淀粉站着队呢 她都准备硬钢到底了 陈等正欲战死 陛下何故先降啊 没办法了 这下于姐不认也得认了 还是老实点吧 于姐当了几天的缩头乌龟后 终于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 仅仅是一张纸 连个视频都没出 就说自己对不起粉丝 所有购买粉条的消费者 都可以来找自己进行退款之类的 至于先前承诺的假一赔万 也完全没了消息 最近这段时间 恰好直播带货翻车严重 官方对这个长久以来 缺乏监管的市场极为重视 于姐这不正好创枪口上了吗 一般人最多带货造假 她这道好 不仅造假 还把人家揭发者打了一顿 不知道的 陈以为东北归她管呢 而于姐也是顺理成章 成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只可惜本应该在娱乐 以及助农频道的她 此刻却出现在了新闻频道 13分钟的超长报道 给于姐带来了 这辈子最高的热度 相当于把她的网红身份 彻底埋了 网上一部分人 仍在感叹于姐 在带货前视频内容的有趣 那份乡村生活独有的安逸 还有接近生活的幽默感 让他们很是怀念 于是就有一部分人好奇 于姐去哪里了 他们来到了于姐 曾经生活拍摄的家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是留下一些破旧的道具 这人啊 应该是跑路了 而随着深入的 对当地居民进行询问 大家才发现 原来于姐不仅仅带的货是假的 人家拍的视频 展现给观众们的生活 也全都是假的 当地的居民说 于姐根本就不是这个村的村民 而那些土地和团队里的很多人 都只是在村里租了房子 平时所有人都不住在这里 只有拍视频和开直播时 才会过来 这一群人完全不是在记录农村 而是在表演农村生活 于姐团队展现出 所有的勤劳能干也好 淳朴善良也罢 竟然全都是装的 在这一切被揭露了之后 于姐调了接近200万粉丝 后续也再没有发过视频 做出如此过分的行为 真是想翻身也难 在一切被揭露之后 大家也不会再相信 她所扮演的农村热心大姐形象了 流量的噪声速度 却是快到令人瞠目结舌 但能不能承接住流量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站稳自己的脚步 则令人深思 在直播中 句句喊着为家人们谋福利 背后却骗着粉丝前的网红 注定无法长久 于姐是 小羊哥和辛巴也是 所以 以后直播购物一定要擦亮眼睛 保障好自己的权益 好吓人啊 最后打人那场面 他们怕是啥混黑的地痞流氓吧 天啊 这还是我粉过的博主 当时觉得他们可爽直畅快了 现在都搞得我对这类敬而远之了 唉 在利益面前 一切承诺都变得苍白无力 老凯 你说的那句我们不干了 还算不算数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 更多精彩内容哦 不过 右下期就会给你带了 看看 你带来